持股成本要低于大股东,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全球股市中,致富的大多数都是原始大股东 而非原始大股东者则多为趋势的追随者 因为持股成本要低于大股东 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很多投资人之所以选择长期投资 往往是因为股票套牢,观念错误或者操作错误 他们安慰自己说要参加配股配息来获取利润 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真正的股票市场充满着各种诱惑和陷阱 投资者需要保持好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 避免陷入套牢或操作错误的困境 想要在股票市场中成为赢家,赚取财富 唯有真正的理解趋势 顺势操作才是正确的投资方式 因此,投资者应该注重市场趋势 利用适当的分析工具 制定出明确且合理的投资策略 常人在股票市场中获得长期稳健的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